建筑工人在施工现场 挖开了一截地下管道 两名工人头戴安全帽 手持电筒 顺着梯子小心翼翼爬下来查看 突然 手电触及的地方 一个白色东西 引起两人注意 仔细观察 随时瓦砾中 赫然处置一个白色窟窿 接到报警 威拉带人来到现场 来到隧道威拉发现 这层是给矿井提供排水的地方 因多年前矿井关闭 隧道也废弃下来 就海谷目前情况来看 死者是名男性 身高约五尺八寸 初步判断 海谷在这里至少十年以上 他的皮带上有着特殊图案 威拉观察后发现 那是一个传毛图案 两人分析 死者可能是船员 或在船务码头等地上班 死亡方式 后脑受到顿气击打 他应该死后被人遗失到此 承包商是一个叫安德鲁的人 据老汉介绍 勘查的时候并没发现这里有隧道 威拉提到一个叫冯德伦的人 承包商解释 那人是他的父亲 多年前在这里 开过一家海鸥俱乐部 父亲早已退休 他的身体不好 目前只能坐在轮椅上 对于冯德伦威拉记忆犹新 海鸥俱乐部当时被警局列为重点目标 他们贩毒 组织卖淫 走私 可以说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非法得来 安德鲁离开 威拉看到 他似乎正在训斥发现海骨的莱恩 由于距离较远 不知道两人说了啥 负责失踪人口的乔治 找出当年案件 那是一个叫罗比的年轻人 在1995年6月失踪 威拉看了照片表示 一看就没有一个好人想 据当时目击者称 最后见到活着的罗比 出现在海鸥俱乐部 险在海骨离俱乐部 尚不足一百码距离 威拉找到罗比的母亲 试图通过罗比的旧物 确认死者身份 罗姆表示 其实他早知道儿子死了 如果他不死 不会将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 不问不问 威拉让巴特将发现 皮带图案拿给罗姆确认 罗姆表示 那正是罗比21岁生日当天 自己送他的礼物 老太太回忆 儿子当时在冯德伦手下坐视 那晚上海鸥俱乐部 为冯德伦庆祝50岁生日 所有事情都由罗比统筹安排 罗比也是那晚上不见踪影 回到警局 威拉将手上线索整理出来 目前暂定死者叫罗比 失踪时间1995年6月25日 假定他在失踪同时遇害 死亡原因 受到顿气击打 死后被人遗失去隧道 肯尼介绍罗比当时在冯德伦手下工作 整个码头就是罗比一伙天下 威拉介绍 冯德伦表面是个商人 背地无疑就是黑帮大佬 他被人从伦敦赶出来 于是另起锅子 把老巢安在了怀头湾 所谓海鸥俱乐部 就是个贩毒 卖银 敲诈勒索的根据地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海鸥俱乐部被一场大火烧毁 冯德伦才算老实下来 可你反馈施工现场 一个叫莱恩的工人 没给警方做口供就自行离开 这引起威拉关注 他让女警负责跟进莱恩 莱恩家房门没锁 敲门无人回应 女警推门进入房间 没走两步就发现死在地上的莱恩 什么情况 施工现场刚发现一具23年的骸骨 这边就有人被杀 难道莱恩发现什么猫腻 随即遭到灭口了吗 威拉惊讶发现 死者就是昨天施工现场 被安德鲁训斥那个黑人小伙 莱恩也是被人用钝器 击打头部而死 莱恩的妻子叫小丽 目前两人分居重 小丽表示 自己的母亲早年过世 提起父亲 威拉大吃一惊 小丽的父亲叫约翰尼 就是威拉的上任总督察 多年前由于受贿 至今被关大牢 威拉掏出罗比照片 这案子当年你负责吧 有人发现他的骸骨 约翰尼解释 罗比失踪二十多年 自己早以为他远走高飞了 威拉又拿出莱恩照片 你的女婿也被人杀死 据罗比骸骨被发现不到二十四小时 文听此言 约翰尼瞬间呆住 自己通过冯德伦关系 让莱恩去那里工作 没想到却让他送了性命 威拉指出 你把女儿保护得很好 庭审时候 从来没听你提到过 小丽的妈妈是谁 约翰尼拒绝回答 关你什么事 威拉离开的时候 约翰尼给威拉道歉 也为约翰尼与威拉父亲 当时关系匪浅 而威拉父亲葬礼 约翰尼因坐牢没能参加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刚刚发现二十三年失踪人员被杀 现场又现另一命案 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 两人来到冯德伦家 威拉指出 两起案件相隔二十三年 一个曾是你手下 一个是你老友的女婿 都和你有着千丝万缕关联 如果你知道什么 最好现在就能告诉我 冯德伦表示 如果自己知道 罗比被埋那里 会让儿子去翻新那片地吗 至于莱恩被杀 更没什么能提供 自己只是帮约翰尼 替他女婿找份打砸工作而已 对于冯德伦的话 威拉没半点相信 老家伙还以为自己是当年 那个叱咤风云的黑老大 满嘴没一句有用话 警局这边 马克查了莱恩电话 死前他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打给妻子小丽 另一个打去 预付费手机 威拉指出 把他死前二十四小时时间线拉出来 看看他到底见过什么人 说了些什么话 回到家里 从父亲遗物中 威拉发现一张照片 父亲当时也和冯德伦 约翰尼等人走得较劲 威拉怀疑 父亲可能也知道些什么 两人来到海鸥俱乐部 这里被烧成一滩废墟 档案记载 当时罗比曾和一个女孩一起离开 只是无法知道 那个女孩叫什么 目前又在哪里 巴特却发现一个消防通道 顺着通道 两人来到一片海滩 不远处他们又发现一个洞的出口 只是那里被封住 威拉推断也可能当时罗比和女孩 一路来到沙滩被人杀死后遗失去隧道 威拉找到一个叫琼斯的人 那人曾跟随罗比做事 琼斯介绍 他最后见活着的罗比 就是在他失踪那晚上 当天晚上 琼斯见到冯德伦和罗比 去了阳台说话 妻子玛丽打断两人说话 从那以后 自己就没见到过罗比 琼斯怀疑 罗比当时和一个女孩一起离开 那时来来回回几十个妞出现 他无法判断谁和罗比一起离开 警局这边 马克查到一个叫麦克的反对 怀特湾开发的家伙 刚过警局路口供 那人当时在施工现场 还和莱恩发生过冲突 两人遇到了冯德伦的妻子玛丽 威拉询问对方 照片上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是谁 玛丽告诉他 那人叫麦克 是当时俱乐部经理 主要负责管理俱乐部日常账目 照片上唯一的女性叫阿兰 她是俱乐部的陪酒女 罗比失踪不久 阿兰也辞职不知去向 从小丽这里 威拉了解到 小丽母亲在生下小丽 不久就得癌症死去 小丽先由别人领养 后来被父亲接回来 两人查到 阿兰94年的时候 生下一个孩子 由于当时阿兰吸毒 法院剥夺了她的抚养权 威拉判断 从约翰尼一直隐瞒 女儿小丽身份来看 小丽有可能是阿兰的女儿 只是为什么后来 小丽会跟着约翰尼 目前还无法知晓 趁着大家离开的时候 肯尼来到威拉办公室 肯尼查了威拉父亲生前账户 她发现之前 冯德伦一直给威拉父亲账户转钱 威拉怀疑 父亲肯定知道些什么 那些钱 应该是冯德伦的封口费 两人找到迈克 那人曾是冯德伦俱乐部财务经理 问起对方是否知道冯德伦干的不法之事 迈克解释 自己就是一个管账的 其他事情很少出击 巴特拿出莱恩照片 迈克声称自己不认识对方 他离开冯德伦家好多年了 临走时 威拉询问起自己父亲 接受贿赂之事 迈克这才认出威拉 迈克表示 那是他父亲 负责替冯德伦搞接待工作 他和威拉父亲关系较好 转去威拉父亲账户里的钱 都经过处理 不会有人知晓 见到威拉鬼鬼 碎碎巴特之一 威拉将父亲受贿之事 告知对方 女警给两人带来消息 他们在一家妇女收容所 找到了阿兰的资料 女人介绍 阿兰之前不带吸毒 而且还是个妓女 罗比就是阿兰的皮条客 女人还说 她自己那时也在俱乐部工作 阿兰孩子父亲就是约翰尼 约翰尼利用职权 睡过很多他们那的女人 但约翰尼最喜欢阿兰 警方很快又有重大发现 他们在那个被封通道内 通过红外扫描 又发现一具骸骨 相隔23年先后三人被杀 这绝对是起答案 那么三起命案相互间 会有关联吗 幕后凶手到底是谁 警方挖出骸骨 法医推断死者是个年轻女性 年龄应该20以内 死亡方式 溺水而死 在她的骸骨里检测出毒品成分 维拉分析 她有可能就是阿兰 当时和罗比一起被杀 维拉来到小丽家 将发现另一具骸骨之事 告知对方 维拉提取了小丽迪恩位 准备让法医进行最后比对 小丽这才知道 自己母亲并非像父亲说的那样 也为癌症死去 她可能死于一场可怕的谋杀 很快小丽发现 母亲留给自己唯一的那条项链 不知取向 只有死去老公莱恩知道项链 难道项链被她拿走了吗 但她为什么要拿走项链呢 巴特从监狱查到 约翰尼的前妻不久去监狱探望过的 前妻对约翰尼之前干的那些事 历历在目 她不但拿回后 赌博还和妓女搞到一起 甚至生下孩子 这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接受 维拉这才明白 是前妻告发了约翰尼 前妻表示 那个傻瓜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进监狱 维拉话锋一转 那好吧 我们在罗比附近还发现一具尸体 目前判断可能是阿兰 对此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 前妻赶紧解释 跟自己无关 她那时在参加会议 很多人可以作证 法医很快叫来维拉 第二具海骨不管是谁 但可以肯定不是阿兰 他们取了最长海骨提取迪恩类 结果和小莉完全不同 因此可以肯定 那具海骨和小莉 无任何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 死者到底是什么人 阿兰又去了哪里 他是否还活着呢 乔治这边发了失踪人口档案 他们发现 一个叫利贝卡女孩月入眼帘 女孩失踪当年17岁 据说与父亲吵架离家 一去不再复返 根据牙齿记录 确认第二具海骨 就是利贝卡本人 马克从莱恩邻居那边 得到一份新证词 案发前一天 邻居看到莱恩 在街上与一个男人发生争吵 警方叫来琼斯 琼斯告诉维拉 利贝卡当时也在俱乐部上班 不过当时利贝卡不是妓女 她只是普通服务员 她去了冯德伦的包房 冯德伦应该会告诉你具体情况 冯德伦依然霸气回复 那晚上之后 她和罗比同时失踪 鬼知道一个女服务员 被那个男人带跑了 警局这边马克查到 莱恩被沙那碗拨打的那个电话 她在两个月前也曾拨打过 同一天 莱恩的信用卡 在莫娜那边一家咖啡馆消费过 维拉忽然警觉 莫娜离这边非常远 那是靠近边界的地方 莱恩一个人去那干什么 第二天两人找到靠近苏格兰 那家咖啡馆 一个女人迎过来 维拉直接叫出对方名字 你就是阿兰吧 不错 对方正是小丽的母亲阿兰 阿兰介绍 她在脸书上看到女儿主页 知道女儿嫁给了莱恩 由于不敢联系女儿 她私信给了莱恩 莱恩戴上小丽的项链 按着地址一路找过来 阿兰解释 利贝卡当时还未成年 见到人家挣钱 她十分着急 罗比不希望她当妓女 但冯德伦不同意 具体两人怎么死的 阿兰并不清楚 因为第二天 她就来到这里定居 维拉叫来安德鲁 警方查了安德鲁账户 发现安德鲁经过手段 给莱恩转钱 警方怀疑莱恩在勒索对方 而对方不得已将其杀死 安德鲁解释 莱恩确实因父亲的事情 四处打听 自己也确实给过他钱 但他的死 跟自己没半点关系 警方又叫来冯德伦 维拉表示 你儿子已告诉警方 当年利贝卡之死 你有脱不了的干系 维拉指出 我们还有阿兰一份证词 当年你让罗比 替位成年利贝卡拉皮条 老汉不得不说实话 当年他们找到利贝卡时 他已死去 他当时不知被什么人打晕 自己倒在厕所 溺死在一滩尿液里 冯德伦只好让罗比 带上利贝卡尸体 将他丢进那条废弃的隧道 至于罗比怎么死了 老汉表示完全不知 还以为罗比跑出去躲藏起来 事后两人分析 如果利贝卡当时死在厕所 琼斯说 看到一个女孩和罗比一起离开 那么那个女孩只能是阿兰 维拉让巴特赶紧联系阿兰 此时肯尼查到 那个和莱恩生前发生争吵的男人车辆 另一边心情烦躁的维拉回到家 莱恩之死明明和冯德伦脱不了干系 但现在竟然没任何有利证据 能将对方直接扳倒 回到家 维拉翻出父亲遗物 一张会员卡赫然出现眼前 那是当年海鸥俱乐部 父亲的会员卡 维拉惊讶发现 当时推荐父亲入会的竟然是麦克 此时电话响起 维拉刚拿起手机 窗外一个人影出现 不错 那人正是麦克 电话由巴特打来 他们已查到车辆主人 那人正是麦克 维拉告诉他们 麦克此时正在他家门外 让他们赶紧过来 麦克解释 罗比死的那晚上 阿兰打过自己电话 他看到罗比殴打利贝卡 并给他喂下药 导致利贝卡晕倒厕所 溺死在尿液中 麦克一直喜欢阿兰 得到阿兰有困难 麦克怎能袖手旁观 麦克赶到 只见阿兰和罗比 带着利贝卡尸体来到沙滩 由于担心 罗比也对阿兰动手 麦克砸死了罗比 将他的尸体 连同利贝卡尸体一起 丢进隧道 随后麦克开车 将阿兰安顿去莫娜那边 没想到时隔23年 莱恩忽然出境 从阿兰那里了解部分信息 莱恩一直不停询问麦克 有关阿兰的事 为了防止败露 麦克只能朝着他痛下杀手 威拉指出 事实上 莱恩了解阿兰资料 只是想证明 她是小丽的母亲 准备给妻子一个惊喜 缓和夫妻间 原本紧张的关系 根本对你无伤大雅 而你心里有鬼 竟然将其杀死 闻听此言 麦克掏出一条项链 威拉分析 那应该就是阿兰留给女儿 被莱恩拿走的项链 说话间 巴特带着警员赶到 将麦克带出房间 临走时 麦克告诉威拉 你父亲调查过 利贝卡死因 他知道 冯德伦是怎样的人 他选择不吭声 那是他保护你的一种方式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